歡迎來到白嫖的頻道 現在來拍個廢片 那現在大家螢幕上看到就知道 我大概要講什麼廢片 講什麼廢話了吧 就是 輪胎 就是輪胎 我剛剛去換了輪胎 然後這是台灣字 然後是650 是650 對然後我覺得現在競爭還蠻大的 都會玩一些文字遊戲 像我前幾天 我就路過一家車行 它寫台灣字高速胎500 然後想說 我等沒下雨的時候 有空的時候再去換 因為我之前的那顆輪胎 已經 已經用了一年又 兩個月等於是14個月 它那個也是台灣製造 然後它是小霸王 小霸王850塊 如果下次如果大家要CP值高一點 然後比較耐磨的輪胎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去 用小霸王的 因為小霸王讓我多撐兩個月 因為我之前都是買 換650的輪胎 大概撐12個月 12個月就很緊繃了 12個月就很緊繃了 但是我上一個輪胎 它850 小霸王850 它可以讓我多撐兩個月 它是850 差200塊 多撐兩個月 然後它的輪胎 我的輪胎規格是90 90 10 90 一般的100cc到 100cc或是100 10cc 大部分都是這種規格 現在天氣比較 現在 比較暗可能比較看不到 對 然後我就練給你們90 94 對 然後 這下就是我要來跟你們講 這個排水系統 這個 這個中間這個溝槽啊 我都稱為它破水溝槽 就是 我們騎車如果有水面的話 這個就是破水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排水溝槽 當我們破水的時候 水會往旁邊流 它就會從這邊流掉 它夠寬 然後也夠深 相對 它下雨天騎的時候 它的穩定性會比較夠 這穩定性會比較夠 然後它是台灣是650 但不過 它的 它現在的那個橡膠味很重 我的鼻子離這個輪胎大概有90公分 那我覺得它的橡膠味很重 我之前換輪胎都不會有味道 可是這個 它的橡膠味很重 對 然後我再去給你們看前輪的 前輪的 它的 排水的 排水的功能就沒有那麼好 你看喔 它的排水功能就沒那麼好 大家遠看的時候 它的紋路很多 很細 但是很淺 很細 但是很淺 像後輪那個 它的紋路就沒那麼多 相對的 它的紋路很簡單 很寬 很深 它這個紋路就比較複雜 但比較細 比較淺 它中間的排水溝槽 就只有一個 然後是用S型的 只有一個破水溝槽 只有一條而已 然後它旁邊的排水溝槽 都是那種細細的 很細的 剛剛有看到後輪就知道 至少 比 後輪細一倍 後輪比它寬一倍以上 比較細 然後都是那種細細的 細細的那個 細細的那個 排水溝槽 相對它這一台 相對它這一顆輪胎的 排水性能 我覺得就沒有像後輪那麼好 沒有像後輪那麼好 那不夠沒關係 因為我們車子是後輪驅動的 我們車子是後輪驅動的 那只要是後輪的穩定性夠 然後抓地力強 然後排水功能好 要打水漂 或是要打滑的機率就比較低 除非你是下雨天來消胚 那胚到八九十 那再好的輪胎 都有可能打滑了 再好的輪胎都有可能打滑 然後藍寶間你在高速公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消胚 也是打水漂啊 更何況我們這個是小綿羊 小綿羊等級那麼低 那它一定會打水漂 那只要下雨天 只要順順的起 然後不要急殺 其實你要打滑打水漂的機率就很低 就很低 然後我 我的畫 像我 像我的畫妹喔 我下次可能就會去蝦皮買輪胎 然後請店家畫 請店家畫 因為蝦皮的輪胎的話 剛剛那個規格的話 大概350到450之間 那相對 有價差的原因是因為可能 橡膠的成分不同 相較成分不同 然後我可能會去蝦皮買 然後再請店家幫我換 因為我會學習 現在會學習 開始學習DIY 原因就是說 我要用最優惠的價格 去做出最大的CP值 最優惠的價格 去做出最大的CP值 那 我有問過啦 我有問過我們這邊啦 我們這邊啦 我附近的機車行 他說如果是自己帶輪胎來換的話 他的工錢是150 150 然後 那如果去蝦皮買的話 350 150 等於說我換一顆全新的輪胎500 然後我今天這個去店家換是連工代料是650 這樣的話我就省了150塊錢 我就省了150塊錢 對 然後 這就是我 會學習 想要學習摩托車 DIY維修 的最大的宗旨之一 就是 花最優惠的錢 做出最大的CP值 這就是我的宗旨 然後 這就是我輪胎的分享 這就是我輪胎的分享 然後 沒有對於錯 沒有對於錯 那如果有更專業的人 都可以在我下面留言 或是說 你可以自己拍影片 來解說你更專業的知識 我相信 一定會有很多人觀看的 一定會有很多人觀看 因為 我是外行的人 在做專業的事情 所以不要嘴炮我 所以不要嘴炮我 然後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大家的觀賞 那我現在就要去運動囉 掰掰